我们都是出家众 都同样披佛陀的袈裟 所以我们都是兄弟 是一家人 尤其是我们信这一个法门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头 我们就等同阿弥陀佛的手 阿弥陀佛的脚 我们都在为阿弥陀佛做事 阿弥陀佛都是我们的头 我们受祂的指挥 每一个道场都是阿弥陀佛的器官 每一位脸咬都是阿弥陀佛的细胞 一个身体如果能够和谐 所谓四大调和 身体就没有病 所以一方面要器官健全 各个器官也能够和和相处 气血也能够通畅 这个细胞就能够服跃 那就是说我们道场与道场之间 不但要感情和睦 而且要互相有联络 有交流 那联友与联友之间 不管各个道场的联友 也都能够和好的来往相处 那道场与道场之间 要互相协助 因为都不是外人 都是同一个身体 感谢观看